聯合國審判前南斯拉夫戰爭罪行法庭的法官 恢復針對前波克塞族領導人卡拉貴琪的一項種族屠殺罪指控 卡拉貴琪由於他在前南斯拉夫1992年至1995年戰爭期間 對非塞爾維亞族的人薩綠而被控 星期四的決定推翻去年對卡拉貴琪一項種族屠殺罪名無罪判決 另外卡拉貴琪還被控捲入了1995年 在斯雷布雷尼刹大屠殺針對8000名穆斯蘭男子和男童屠殺 卡拉貴琪還由於據稱計劃通過謀殺、滅絕、驅逐 和種族屠殺等手段清洗波斯尼亞的非塞族人 而面臨九項戰爭罪行和反人類罪行的指控 做出這次裁決之際正值波斯尼亞紀念 斯雷布雷雷刹大屠殺18週年